來囉 來囉 同學來了 經紀人搶工作 藝人只能喝西北風 我們接了一個直播的節目 它的訊號就一直斷續 還有那一場直播有我 我一個人獨撐大樑 整整10分鐘 然後從事以後 那個網路節目沒有照顧我 拜託他 怎麼樣 怎麼一樣的 你太快了 你跟我說你沒有多少錢付接 我沒辦法 我只好為了有窮 你屁股 好人啊 他連住人也做這種事 你會主持人像這樣 我幫你呼呼 經紀人來控訴 藝人當面被降下 我曾經為了幫你接尾牙 老闆到去酒店喝酒接我 我喝奶的 他以前是歌手 那時候歌手就會有一些派頭 然後你的眼神叫給他刀跟鞋 你的眼神叫幫他提包包 但是現在真的不是你的世代了 好 你是經紀人 所以你東西要幫我喬好 你跟演得那麼難搞呢 同學來了 經紀人真的玩了嗎 哇 這最好吃的 王老師 你看到沒有 現在動作越來越一致 而且也越來越不害臊 好 經紀人真的太重要了 真的 因為他等於是藝人的門面 有些經紀人 假如處理得不妥當的話 很可能把一個優秀的藝人 一下子變成一個路人 真的 沒錯 對不對 相反就是如果有些經紀人 如果有眼光的話 我們會跟這個經紀人藝人 有可能 每年千里馬克伯樂 對啊 真的 遇到事情處理的方式 有些經紀人很懂的話 我覺得很棒 真的 你跟你的經紀人互相懂嗎 懂啊 而且那個要就是 互相要了解對方 因為我們有可能會長時間相處 可能去外地拍戲就三個月 對 對 所以那個個性也要合得來 真的 沒有錯 太好了 我們今天就來了一群 不合的藝人跟經紀人 差不多 互相合的 對 差不多彼此酷酥 快在控訴彼此 其實基本上就是要用這一集 來把真心話告訴對方 然後錄完以後直接解約 對 我跟你講今天是這樣 因為今天來這集藝人 他們大部分都覺得說 自己的經紀人 不是應該要像保補一樣 像媽媽一樣照顧我嗎 沒有 他們經紀人常比他們 還像藝人 對 我們今天他們的控訴呢 會有我們這邊 電視觀察員來研究一下 好 控訴哪邊有道理 今天介紹我們這邊的朋友 藝人的朋友們 第一排歡迎 河宇文 瑞瑞姐 西小百合 哈囉 小百合 謝謝 以及後面兩位 我們經紀人代表小瑋哥 小百合 小百合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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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 等一下再吵… 好 先問一下我們電視觀察員 假如你在電視上面看到 這些藝人的表現 你覺得誰的表現 你這比較有印象 假如你是經紀人的話 你最想要簽下哪個 你想簽誰 好幾個選酷炫 然後呢 當然你選小百合 對 那個小百合 那個小百合 講中文的那個聲音口音 實在是太可愛了 他只要講一句說 大家好 我是小百合 大家就 哇 謝謝 融化 而且重點是 他敢講 然後又敢秀 身材超好 很敢秀 CP值超高 CP值超高 謝謝 來 接下來阿彥你選擇的是 當然是 因為我是他的 Fans 為什麼會是頂級帥呢 又酷又炫馬 人如其名 在這個網路資訊量 講話有點卡 電視頻道和網路頻道 兼具是CP值最高的首選 來 年輕一輩 和老人的市場都佔據了 其他人怎麼辦 最重要的是 你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不太懂在講什麼 對 那我一定不太懂 你都不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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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他解釋一下 我有聽到重點 他說CP值高 就是 對 但他中間還罵了老人 你還不一樣 你還不一樣 我公司老專賢 那你什麼事啊 我們要去市場 對啊 傳一下之後 我們再聽他說說看 所以我們現在講得比較好 整理好了 整理好了 對 重點來了 很多人跟我說 我長得超像酷炫 像不像 各位 超像 超像苦靈大哥的 這苦靈 這苦靈 這個一定要美肌嗎 這個一定要美肌的 等一下 這都是重點 剛剛不是說這是重點了嗎 所以他跟我一樣 講話跟我一樣的重點 最重要的來了 今天他累了 我可以代替他的位子 真的 因為我們長得很像 不幸可以請他 本人來跟我尬舞 因為上次每個人都說 我比他還要炸 還要精采 炸跳 酷炫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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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炸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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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來 走個快 像就能跟她牽個紅線 進入大箱爐增薪球千 香油錢就投了六千 走了廟公來幫我解籤 上位寫 就你的冬天 全都震動放下來 就行幾小時 對 把你手腿抬起來 調成游泳池 全都震動放下來 住行幾小時 把你手腿抬起來 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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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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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兩位 算是一個非常友善的戰鬥 對 但其實欣雅是 妳自己跳舞 跳那麼久了 來 妳評論一下 我是覺得要代替上場 好像還是有點困難 對 而且她感覺蠻喘的 你怎麼在喘 因為我有氣喘 你這樣講什麼 你這樣講什麼 其實喘是好事 因為 轉彩哥 不會過去 就整體如果說兩個同時跳 我們眼光真的會比較急 就這樣放在你身上 這個烏感的感覺 什麼意思 我好害怕 你可不可以鏡頭到你 你在表演 麥克風也還沒等過去 你就再一次好不好 再一次 我要聽 我要聽 再一次 再一次 要差機會 前面要講了 顧炫 你 顧炫 這是 我們眼光還不錯對不對 離不開你 是不是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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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一直要搶拍 你要秀斷錄嗎 不要比他冷了 顧炫已經離不開你了 是 真的是離不開你 真的 好 謝謝顧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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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爺 上去了 沒有要讓他聊眼 不是要聊眼嗎 好 沒關係 今天重點的還是要來 顧炫 哇 我問天啊 你沒有來講 好 學生的哏 好 可以啦 今天是他們兩邊要控訴一下 好啊 對不起 我們先請第一組 何宜偉以及孝瑋哥 好 來 好 原本經紀人跟藝人應該是 互相依存的關係 但是今天竟然也變成要 互撕的局面 最近誰要先來撕誰呢 兩位是經紀人跟藝人的關係 我們是 但我覺得這一集 本來是又愛又恨 你看這個套片 不是 對啊 有這樣照片以後 他自己那麼白還美肌 給我用這個 好 經紀人 因為通告已經跟他對 所以照片是他挑出來了 是我給的 照片是我給 今天我是主角 因為發通告的說以我為主 好 太好了 真的 我有截圖證明 對 小瑋哥加油 小瑋哥 小瑋哥 您先來控訴一下 好 何宇文 我直接貼囉 24小時 不讓我睡 你撥牌對不對 24小時 當我是便利商店是不是 沒有 其實 我覺得何宇文太聰明了 然後有時候聰明到 我覺得他會 我們剛合作的時候 他每次錄完影 他都會打給我 我們就會討論一下 今天錄影的狀況 對 那我覺得很好啊 你 我覺得就是我們看哪些哏 對 你又敬業 我都覺得不宜有他 大家都知道去年 他發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就是 離婚 對 離婚那就是我過得非常 水深火熱的日子 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他離婚 會跟他老公吵架 對 離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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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接到他的電話 而且都是夜深人靜 三更半夜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不接好像不太對 因為我要安撫他 照顧他 而且那時候社會事件很多 我怕他萬一 有可能 對 所以我都會接 可是久了我就發現 不對 他每天打 我只要在洗澡沒接 他也狂打 連我家電話他都打 我想說 是不是他老公揍他還是什麼 沒有 他只是想要聽聽 我的聲音 他是喝醉的狀態嗎 有時候 有時候 當然了 然後但是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覺得那是他過度期 我一定要安慰他 因為我覺得 我們其實很難為 我覺得我們要安慮他自己的情緒 因為他私底下情緒表現好 他隔天他才能亮亮眼睛 我們要工作 對 合理 所以這第一就讓我也都能夠 忍氣吞聲 我就默默當7月1號也沒關係 好 結果結論 離婚的時候 當天他就打給我了 他說 怕黑 對 他怕黑 他需要有人陪他談心願 現在可能老公不在他身邊 離婚了 小孩也不在他身邊 我是說小孩不會每天在 有時候跟爸爸 有時候跟媽媽 那老公是一定不在了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就怕了 怕了 那我就覺得算了 沒關係 我覺得他當下 可能沒有辦法走出來 對 那我可以陪伴他 到了今年吧 到最近 這麼久了 對 你聽我講最扯的來了 他要我家的地址 你知道他後面說什麼嗎 什麼 為什麼 我是機器人 等一下 所以我以為你自己說的沒有 你要是機器人 不是 第一個 我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我離婚前 然後剛好我賣了一間房子 所以我的戶口牽出來 其實你可以找一個親戚就擺一下 但是我覺得他跟我的關係 超越親情 那妳還會care這個照片嗎 我會care 要用 擺戶口 擺戶口 給妳用 給妳用 就是說只是過渡期 因為我在換房 你那個房子賣掉了 下一個房子還沒買到 對啊 而且我也只是借問一下 那我必須講 我很感謝小偉哥 因為我離婚前那一年不能講 每天要裝沒事 然後還要扛起校顏工作 是因為他晚上真的有聽 但我其實說真的 是因為我不能跟別人講 一到十二經紀人的捨料料 對 在這裡呢 我真的要幫小偉哥講話 我跟你講 真的 每次我有一個藝人 我有打給你嗎 妳沒有打給我 但是那個人長得有點像妳 誰是誰 那個人還活著 那個人還活著就是胖胖的 但是他就每天半夜差不多 差不多是那種鬼沒出的 他胖胖的怎麼會像人 兩點多到兩點半的時候 打電話給妳說什麼 妳在 她先用Line 說妳在嗎 還在睡嗎 我說我就趕快擠起來 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講電話嗎 我說好 開始講電話的時候就說什麼 我的生病 他有那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我就說好 那妳這個可能 就像憲哥講 就說妳可能要先減個肥 才會讓身體比較好 健康一點 講了兩三次了 還說什麼工作 我說我都不想再模仿以前的 那個東西了 每次都會叫我模仿以前 我說那妳可以創造新的 一直給她鼓勵 給她信心對不對 講了兩三次之後 哇塞 完全沒有 越吃越胖 妳就要去吃什麼雞排 火鍋 牛排 然後呢 他呢 打給我之後又沒有改變 還給我挑通告 長這樣子的挑通告 有這樣的意義 還跟我說什麼 好想知道是誰 還跟我說什麼 我現在又胖又醜 我不要上通告 我說這個有人接受嗎 你今天很多通告沒有上 還跟我說什麼 都你都推瑜伤犬 都不推我們 所以通告都比較多 我說 你長得又胖又醜 從以前到現在就長這樣 難道是千金公司才有說 我愛你的嗎 你懂得嗎 想看看就是你 就是你 好好 我跟你講 機會很難得 機會就像小偷 來時無影無蹤 走時純事纏重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機會 你說那演戲 多看電影 戀愛NG 同學麥拉斯都很好看 趕快去看 這個經紀人厲害 這個經紀人厲害 都厲害… 奇怪 你看… 你就知道閃亮亮 有奪氣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小偉哥 小偉哥還特別 就是跟宇文一起來 閃亮亮還不帶那個人來 他先在現場罵他 超級不紅的又醜 他說又醜又胖 所以今天這個通告 其實你也可以帶他起來上的 可是他 可是這段不發他 因為他不紅 好 我們就知道 平常經紀人的壓力 也是很大 但是 他們感覺都很激動 我也可以控訴吧 我也可以換宇文 我要控訴這件事情 應該大家都會公認的 經紀人 紀人比我更想紅 真的不行 你敢說 他最近弄了一個粉磚 大家知道幕後退手 有粉磚 他有粉磚 他還在做YT 誰不確定他在做YT 他還跟我說 不行 我最在意經紀人比藝人想紅 想紅 想瘋了 沒有 我要說 你懂我說的 因為 因為太多藝人 太多藝人上海邊 這句話有點過分 真的 他不是想紅 他已經紅了 我沒有想紅 因為我已經紅了 不用想 我已經紅了 我的陣子還是經紀人 但我現在斜槓 可能是當YT或是 就是上上通告的藝人 就玩票性子 對 但是你剛剛有說 以後我是你的斜槓 你的主業是YT 而且 我剛剛聽到你也不是這樣 他變主角了 你們這個通告 你知道發完 他複製給我 他不是問我好不好 可不可以 他說 他說何宇文 然後他很妙 他在外面 我已經出道二十幾年 快三十年 因為他去算一個命 叫他什麼 叫他主角我就算了 叫老闆 大家都覺得我很怕小偉哥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去算一個命說 我要幫他賺錢 我不能直呼他名諱 我懷疑到一百個算命師說的 全部 我們全公司 大概比我資深的 應該是佩儀姐而已 差不多 就只有一兩個 大家都加小偉 小偉他人很好 我不是 但是我不能叫他小偉哥 不能叫他小偉 我一定要看到他就說 幫每次他叫他 為什麼只有你要叫老闆 他就說翻衝 他說我叫他老闆就會賺錢 如果叫他小偉就 會不合 會不合 然後從頭到尾 他就說這個算命師在南部 在哪裡 我就說你把算命師 介紹給我認識 我來問一下 他也不把他 對啊 小偉哥會不會是你照著鏡子 然後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沒有啦 因為何宇文 何宇文很妙 他很愛算命跟算塔羅牌 其實我是配合他 不是 其實沒有這件事情 對啊 拜託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個算命師 沒有這件事情 而且不能不說小偉哥 今天來上節目 其實穿得有點比你 還像藝人的鞋 對啊 你看他那個鞋子 鞋子在哪裡 而且他在做那個光療之下 可是他在走秀 有點過分 我們沒有Cue他 他自己走秀 他在走秀 不要給他指教 為什麼 太扯胎 我配好的 你看 口罩的鏈子 口罩鏈 然後手環 手環 然後還有我的鞋子 還有你的指甲 指甲 真的都整套 做得漂亮 斯家是往斯家帶我去 還斯家帶他去的 沒有 但是他就是這樣 他都會跟藝人比行頭 講到斯家 你知道斯家只要每次拿一個香腊 他就要拿一個LV 他就是一直在尬 一直在尬 沒有啦 我沒有那麼愛慕虛榮 但是沒有看過你的直播嗎 你超愛慕虛榮的 你帶哭泣去丟垃圾 帶哭泣去丟垃圾 他就說他的垃圾包 他說我要背一個斜尖的哭泣 這是我倒垃圾 不是 不管你去哪裡 你今天去哪裡 而且沒有 我說真的 因為我其實 我今天錄影還滿緊張的 因為我最近待在直播 我也很久沒有進攝影棚了 你知道我 對 我現在左鄰右駿 樓上樓下 連警衛都認得我 真的假的 都戴個口罩 對啊 連八方雲及四海遊龍 那個賣鍋貼 連八方雲也都知道我們是誰 真的 小瓜你有碰過什麼 沒有 我的經紀人之前就是 小胖大家要認識 羅士棠 小胖以前 然後因為呢 他之前也是大學生出來的 後來就是因為現在YT真的很紅 他也跟小偉哥一樣 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 然後呢 他都會 他都會自己帶攝影師 他有一次就突然我在工作 在主持 我就說 今天怎麼有攝影師 他說 這是我們 要專門來拍我的 這個幕後的 經紀人的幕後日場 我說 為什麼要拍你的日場 傻眼 他就說 對 因為我是經紀人 所以要看我跟藝人怎麼拍 要拍出這個專業度這樣 後來他就一開場之後 還要我們先開場 我就說 歡迎大家好 我是小瓜 來到校園演唱會 一下來他就說 你來幫我一下 我這個YouTube也要開場 我就說 為什麼我還要幫你開場 這是你的工作 我還要免費做 我還要講一個 他整個職業倦代的故事 因為我們校園都要拍照 要宣傳 他每次拍照都這樣 我跟藝人說 比如說我跟芳妤 陳芳妤 一起拍 我身為我拍一張照 這樣才剛擺 他就說好了 我就說 你沒有倒數 他說有 他說再一張 好了 我就說好 我又不想要就是神奇 我就一看照片 我們臉就像 然後我整個超氣 因為根本不能跑 倒數完還是靈異照片 你繼續演 我還遇過一個也是 因為我一樣的狀況 就是我也是有一次遇到 老蕭一起工作 然後我跟經紀人說 那幫我合照 好興奮 然後結果他拿我的手機 是自拍也把自己拍進去 真的 應該是先拍我們兩個 日本也有類似的經驗 所以應該是哪一個國家 都有像你這樣子的經紀人 NO 你講錯了 你有日本小偉嗎 日本小偉哥 在日本嗎 在日本有一個 原本是他賣啤酒 然後爆紅的一個 以外女生最後變成藝人 然後他的經紀人很有問題 就是他此時想紅 然後有一次一個 日本的綜藝節目 準備的是兩個人一起表演 就是 假設身分交換的話會怎麼樣呢 就是一個好笑的計畫 所以是經紀人唱歌跳舞 然後藝人在背後面跳舞 通常這樣子的節目 然後表演不忘了 沒想到他爆紅 那個經紀人爆紅到一個 很厲害的節目 是喔 他最後呢 這就是那一位原本的經紀人 對 他是經紀人 然後另外還出了 鞋尖級 還又出唱片 我自己是面試 自己公司的經紀人嘛 所以來我都會說 請問你有沒有想紅 我想紅的一律都不錄取 對 先黃寶寫吧 因為我公司已經離開了經紀人 都出去自己開 可是他騙你怎麼辦呢 他可以裝得不想紅 可是我會去看他的 Instagram狀態 然後還有看他平常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遇過 就是經紀人不是會幫我們 拍攝 拍照片嗎 可是他照片應該是要傳給我 用我的個人頁面發 他都用他自己的帳號拍我 然後還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轉發 我今天錄你上節目 對 對 我反而會覺得 還是靠你的臉媽 我差你的一號 你這邊吸一粉絲過去 經紀人在蹭我的流量 我想說 我已經在蹭別人流量 他又在蹭我流量 這樣子很累了 這樣我們要蹭到何時 真的 這有些時候會講 這個就是我覺得 會需要注意的地方 真的 對 有時候那種想紅 還有一種就是 他會幫你接工作 然後廠商會說我預算不多 然後他就會也不回報我就直接說 那預算不夠酷卷沒辦法 那還是你著握不可以 對 對 不行 你怎麼會這樣 對 我的音樂之中 我見了 這也會不會 對不對 你跟我說你沒有多少錢 你不接我沒辦法 我只好為了窮 你拚 好險 閃亮亮也有做這種事 你會主持唱歌叫 把你呼呼呼呼 對啊 把你呼 而且 你剛剛在唱誰的歌 閃亮亮你剛剛唱的歌是 是安心亞的歌嗎 對啊 我幫你呼呼 你到底要錢多少人失效 聽不出來啊 你看安心亞 你都沒有 你看我又不是啊 你說好不好 大門百里卡大 小姐叫幾次 真聰明 都總是來的身體健康慢速度 不要這麼出色 你看他的聲音 他還可以去直播買東西 而且廟口什麼 我剛剛不小心這樣從下面看 好像 我講很久了 可以 可以啊 董月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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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這 我不是董月娃 也不是菜頭 不要再認錯了 你戴個假髮就變草菸彌生 他很像 還可以進攻日版 他很像 看看 未來無可限量 很像 好笑 好 我們再回來 這來 繼續 我覺得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不可能 你們來聽聽看 什麼東西 什麼 人老也跟不上時代 等一下 不是 小偉 小偉 小偉哥 小偉哥 你不是比我還大兩歲嗎 你憑什麼嫌我老 可是我跟得上時代 所以你承認你老 但有跟上時代 對 我覺得人老不可恥 你要跟上時代 你要守在時尚的間斷 我跟護靴也很好 我也很青春 對啊 我那個鞋子是時代的 你覺得他跟上時代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以前是 歌手出來的 然後歌手就會有一些派頭 譬如說他一個眼神 我們叫給他低水 然後一個眼神叫給他高跟鞋 一個眼神叫幫他提包包 但是我覺得都無所謂 但是 哇塞 經紀人這樣講 這也是個好笑 可是 可是重的話 沒有 可是我說真的 不是這個時代都沒關係 就像我也老 可是 我就走在時代的尖端 我站在很尖的那個地方 對 很辛苦 很累 好 我現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前陣子我們接了一個 直播的節目 對 事情也跟製作單位累了一次 然後也測試過那個視訊 對 都沒問題 沒問題 對 然後等到真的直播前的 5分鐘 5分鐘 結果 他的訊號就一直斷訊 Lag 先Lag 然後再斷訊 對 然後到最後 5 4 3 2 1開始的時候 他直接變黑影 他直接變黑影 為什麼 是每一天嗎 重點啦 還好那一場直播有我 我一個人獨撐大梁 整整10分鐘 是不是你故意了 我像瘋子一樣又哭又笑 對 好 那我現在要講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對啊 是因為很誇張的是 我們現在都用Wi-Fi了 對 沒有 他在用手機接網路 對 用電腦連他的手機去 對 我在想他是不是還在用播接 或是ADSL 或電腦還是用 所以我就覺得 你人可以老 你可不可以先記點 現在都是Wi-Fi 現在都是4G 5G 然後結果他隔天就去找 電信業者裝了網路 但自從裝了之後呢 因為那一場已經累積 一個不好的事情這樣子 對 你要不要電視一下 我要解釋一下 你怎麼會裝Wi-Fi呢 因為我剛搬家 然後還沒裝Wi-Fi 疫情三級就來了 我冒著生命的危險 自從 妳是藝人叫準備好 準備好 哇塞 這沒有道理 他不是說他不是藝人嗎 他不是準備好 我現在170超快的 大家找我直播 沒有 拜託…我降價 我降價找我好不好 拜託 沒有 因為我剛搬家 是真的剛搬家 其實你 你知道下載跟上傳的速度 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影片覺得沒問題 但我們不知道上傳速度 會變那麼慢 所以真的是 你要直播一次才知道 可是就是那一場你知道 他真的超誇張 他整場可以一個人講十幾分鐘 然後從此以後 我跟妳講 那個網路節目沒有找過我 每個人都在找他 真的 被搶走了 我跟妳說 他跟誰直播 妳講 他都在跟新美姐直播 現在 自分 她沒有掌聲 比翼人還會要掌聲 你看 我們今天大家第一個掌聲 是給小偉哥的 真的 真的 怎麼變 我已經不是你控訴的 好 那何以為妳要控訴 小偉哥的部分 剛剛不是就是妳在控訴她的嗎 接下來還有什麼別的 這個 他逼妳成為什麼 性愛教授 好笑喔 怎麼會這樣 我真的懷疑 我真的愛小偉哥 沒有 我很快講完就好了 其實我沒有逼他 因為剛剛還沒有開路前 他剛剛就在下面說什麼 那個 XX的事情 沒有問題 我沒有逼他 他自己也滿快講的 他剛剛一直問說 他這個要怎麼做 開路前對 對 他說這真的可以弄嗎 然後一直說 他在吸收如何成為 性愛教授的知識 他有認真想要做 這是有逼妳嗎 我覺得妳可以分析一下 我承認我偶爾就是 好 他沒有覺得適合 我覺得好像適合 因為剛剛講蠻合理的 對 要試 以大家的經驗 好 我會講 專業來講 YouTuber 你覺得我現在適合當性愛教授嗎 性愛教授的部分 妳覺得他可以嗎 會有緣嗎 對 連戴口罩都有點 為難的感覺 對 你熟女來講 可以啊 熟女可以啊 可以吧 因為感覺經驗蠻多的 而且 宇文是 宇文他到現在都還是 很辣 瑜伽 對 經驗很高 可以一字馬嗎 對 可以一字馬 可以啊 那OK 沒問題了 所以就剛好可以做性愛瑜伽 不是剛剛好 他的意思是說不要聊一些 就是熟女可以聊很多 很範圍很寬的事情 經驗也夠多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感覺經紀人 在迫你講這一塊會有點害羞 因為經紀人有些時候 可能因為各方面的考量 可能會叫藝人做一些 他本來有點害怕 不願意的事情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因為你就是屬於一個瘦 然後經紀人工 你就會一直說 我不想 我不想 對 我最愛玩 對 沒有 沒有人要有人逼 要有人逼他 你內心很響 他好像有講中 有 對 就一去KTV 你會好想看 我不會唱歌 好想唱歌 然後就三天三夜 三天 就開始唱起來 就是要這樣 毛起來唱 顧瀉你有被逼過做什麼工作嗎 因為我剛好前天 就是我去做了一個 漂白什麼 漂白手術 我說人生嗎 私密書 我去到現場還發現是 就是點點男生的奶頭 因為我那個影片的主題是說 可能低卡爾比較多負評 我們要來 我還以為是可能去做善事 結果我一人被開車載到醫美 然後一上去就說 要直接躺到手術台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本來以為很白 現在還在受傷 現在還在受傷 可以看嗎 可以看嗎 好黑喔 超黑的 到底哪裡白的 白在哪裡 到底哪裡有 需要一點時間 他要反黑 還是你原本更黑 我原本更黑 黑到不行 真的假的 覺得說怎麼好像沒有事先溝通 因為有時候腳本可能會 他們先跟廠商對有時間的關係 我就覺得下次如果可以先知道 我至少可以先做好準備 所以你的經紀人叫你去漂白奶頭 就我到現場才知道 你叫我談一些性愛還好了 真的 所以這種荒唐的工作 安心愛妳有被經紀人逼過嗎 心愛也有經過什麼樣的工作 我是沒有荒唐的工作 但是有遇到荒唐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要去菲律賓表演 然後因為配置不夠好 所以沒辦法帶就是那個 自己的舞蹈 經紀人不讓我帶 他就不讓我帶舞蹈 然後就用菲律賓的舞蹈 然後就是很荒唐的是 我在跳舞的時候 就是唱歌有一段是我要獨舞 兩個菲律賓女生站在我前面 就這樣直直的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的舞蹈 就像說 站在妳前面跳 對 哈囉 我要獨舞 然後就把它敗開 我就往前面 然後後來我回去看那個 因為我助理都會幫我錄影片 就發現後面的舞蹈都在聊天 他們就在邊跳 來 來 來 我不能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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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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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鬧喔 對 就整個表演很鬧 其實也滿酷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可能跳 不知道跳到哪裡 站在那邊沒動 然後另外一個也要換位 還把他推開 推開 然後再往前 好好看 他們比較像在夜店跳舞 對 不像在街公圈 我覺得這段放進去 對 好好看 精采 發DVD的話 對… 很荒唐 好的 聊到這邊 想要請問一下我們的電視觀察員 你們覺得哪一方比較有理 行 寫吧 小瑋哥還是宇文呢 宇安 你有客觀嗎 好 宇安 妳有客觀嗎 好 現在看一下 3比2 3比2 所以是小瑋哥這邊 那宇安覺得是宇文姐 對 宇安真可愛 對 妳覺得他講得比較有道理 對啊 因為我 對 你有對的喔 因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 他也有男生 對 謝謝 因為 因為沒有 我沒有為錢 好啦 這個部分的話是3比2 對 好 恭喜小瑋哥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下一隊 余祥犬圈閃亮亮要來囉 好 又是一種經紀人跟藝人 復控的一個人倫悲劇 我們先看一下閃亮亮 你要控訴你們叫余祥犬圈什麼 你要控訴我什麼 你要什麼好控訴我 見色旺有 連工作都不在乎 這不是很厲害 怎麼會見色旺有 你看人家就知道了好不好 我跟妳講 請說 你電話 我跟妳講 工作電話不知道怎麼回事 不是從疫情開始然後現在這樣 他就電話不接 簡訊不回 我想說是不是在睡覺幹嘛 是不是太累什麼的 我想說疫情不對 疫情應該是沒事 結果打給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說他在旁邊打電動玩具 什麼 這不上心 而且你是五六個小時 我是一整天都沒救電話 等一下… 我先反駁一下 因為他打 他有時候傳簡訊來的時候 我都看到 第一時間我就看到了 我看到我也跟工作人員RE玩了 我為什麼要接電話 不是 你看到你要回我時間 什麼時候跟工作人員RE 看跟鬼靈RE 我都有回個OK 我都回OK 你沒有回OK 有 你的公司都沒有遺毒 贏的命也遺毒 不是 我都在打電動 有在打電動打一半 你也不能說對不對 你可以跟他說暫停 你可以說等一下 不是 我打電動怎麼跟人家說等一下 不行 線上不行 大陸哥可以嗎 線上的話不行 真的不行 線上不行沒關係 但是 那柔柔已經 我女朋友已經接到她的電話了 那是不是已經OK了 但是你是六個小時 這個代表我知道 我會跟工作人員RE過 我一定會回他的 你就等他回你 不能等他 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這樣節目單位怎麼會等我 通哥會等我嗎 你不會等我嗎 製作單位會打電話給我 我已經跟製作單位RE好 我跟他說OK 他出來打給你OK 那是順序SOP OK 等一下你先打他給我 然後你還在那邊說 你要怎樣 我要跟妳溝通內容 你看妳可不可以 不要笨什麼 你看她 你看她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這麼欣賞 真的每次這樣很痛嗎 這條不OK 如果不OK就不要上 不是 那什麼樣 曾經有因為這樣子 然後製作單位的工作 就變得沒有 有這樣的經驗 好笑 當然因為我對他們 我們有帶他15年了 從他們家做 15年了 差不多 好厲害 然後到現在變經紀人 所以他家 他所有的一個謀的故事 我都知道 連他比如說 你有什麼病 吃什麼藥 什麼病 你吃什麼藥 我會跟他講一下 你有憂鬱症 躁鬱症 不要亂講 你自己節目上講過 你吃10顆 5顆 現在今天5顆 5顆是不是 然後你自己也是發作 然後發作還對我發 不要說什麼 你說都是你馬上去工作就好了 他們兩個是互相逼瘋彼此的 但是還有他工作上 是不是你也覺得 他沒有盡好經紀人的責任 我跟你講有時候 他有很多工作他都沒跟我講 他說我今天接尾牙 我說他為什麼沒有我 他說因為你的價錢 他們你不會要接 你不會要接你知道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跟你講 我曾經為了你幫你接跨年 還是接尾牙 我跟老闆喝 老闆之後去酒店喝酒 你知道老師 老闆怎麼喝嗎 他會用威士忌 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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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士忌是老套 我說威士忌 威士忌 你冷靜 我沒有威士忌 也是會醉的 威士忌 那個反正就是威士忌就醉了 就是倒十二杯 然後跟我說你要從 十二杯就十二個生肖 你要講那個雞香話 把它全部喝掉就讓 我覺得好像你接尾牙 你接尾牙 小聲都講起來 你接尾牙 接看年晚輝 那一次你跟你姐姐 那你現在 我跟你講 你現在跟我講 十二個生肖的雞香話 來 第一 他說老鼠 我說鼠一鼠二鼠來吧 牛板乾坤好運到 然後那個呼呼聲風才運來 兩位吐氣好運旺旺來 都一直講一講 從老鼠 這點是 這點是怎麼會想你再黑道 給你滾 這一次給他過了 給他過了 然後全喝完 真的發生過 他跟他二姐於願期都接到跨年 好像有一次 是我來的 聽起來好像這一段閃亮 其實他是蠻關心余鄉主 我也這樣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是不是有一點 戀愛的情緒 我們兩個 情侶在吵架 不要開玩笑了吧 要愛對方 在這個節目裡面 閃亮亮就是愛他 在這個流程也沒有這一題 但是我想要冷靜的問你一下 你曾經是不是認為我暗戀過你 喔 沒有 為什麼你會這樣真的閃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而且還戴情侶口罩 上次要去當兵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看到我一直在哭 你知道為什麼我為了誰哭嗎 我是為了你 好 閃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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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節目上可以告訴我們 大家這件事嗎 你要講出來嗎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自從你變胖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就跟你分手了 蛤 你沒有到你們交往過啊 你真的喜歡過 經濟也真的喜歡過 還是水群 圈圈 他真的喜歡你 我們分手了 圈圈 圈圈 好可怕 而且他當兵是為了你哭 我有點受到震驚 他是教導人 現在在跟我告白是不是 不要吧 可是我現在已經沒有喜歡你了 我跟你分手了 他現在已經 你別怕他不喜歡你了 其實你們滿厲害 你們剛剛短短這一段 就爆了很多的料 沒有 足以上新聞 根本就不像 而且我跟你講 經紀人 你有看過經紀人 每次都叫藝人送他回家的嗎 都是我在 都是我在載他回家的 我家住北投他家住東區 他叫我送他回家 每一次都是 每一次 長期以來 重接送情 造成了他真的愛上你 對 行旅才會這樣 你搞一個告白的 好不好搞得比較尷尬 行旅才會這樣 不是 我跟妳 你接受他 我跟你講 不是 不是跟我講 你接受 好 你講 我每次跟他 他就是電話不接 警醒不回對不對 對 然後 他好幾次跟雅萍姐 雅萍姐一起要錄 我都好緊張 我明明他發他一點半 結果他跟他媽媽 他一吹他媽媽 他媽媽12點就到中天電視台 這邊錄影了 蛤 沒有 你知道 這轉一個通告打給我說 我不是發1點半 為什麼現在12點就到了 不是 我是因為看到前天的簡訊 我已經先看好了 他是先發12點半 你記不記得 然後以後來發我就沒在看 因為我時間記得了 我就想說我不要再看一次了 那通告會是更新 更新 更新 不關我的事 我沒看 找到總比你沒到好 總比你每次都遲到好 對不對 我沒有遲到 我去幫你買咖啡 討論我找到 我找到總比晚到好吧 晚到總比遲到好 至少 嚴重程度至少沒有那麼嚴重 好不好 對啊 但是我們觀察員 他們有問題要問你們對不對 好 來 根據我們的媒體統計 2002年到2009年這個之間 余湘泉哥哥 他因為一些停車 還有口角的紛爭 進過六次警察局 跟一次關護所 再來就是戀愛方面了 有到六次嗎 沒有 2006年到20 七次說過 七次 有到六次說七次 但還是戀愛方面 就是他第一任2006年到2021年 之間總共交過氣熱女朋友 而且就是會被狗仔偷拍 我想問的是 就是經歷這麼多負面新聞的摧殘 有沒有曾經想過要 好可怕 心理狀態是不是 其實經紀人有幫你忙呢 還是怎麼樣 經紀人其實有 我是幫你都忙 我幫你從負面變正面 你看現在多正面 沒有 他 他陪我走過一段很低潮的事 他都陪在我身旁 就是那些負面新聞出來的時候 在我很低潮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陪在我身 閃亮呢 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女朋友 對 他在前面 他有摘角好不好 不要來一下 就快結婚了好不好 對啦 我也非常謝謝他 講真的這幾年 因為他的關係 有時候記者在前面 他都會擋在前面 我都幫你擋 不要訪他 你不要訪他 我幫你 不要訪他 不要那麼誇張 誇幾句而已 你幹嘛 你訪我 那可怕了吧你 那就這一點看起來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他們 大家覺得誰比較有理 誰應該要聽誰多一點 阿彥 是不是 只有阿彥妳一個人 沒關係 我喜歡阿彥 我喜歡阿彥… 而且玉小學 她是不是不知道妳的名字 她寫藝人 你寫藝人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太懂 請把玉小學 三個字寫出來好嗎 她寫藝人 但是其他人 大家都選擇閃亮亮 丹恩你講一下 你覺得閃亮亮 我覺得就是 你們要聽她多一點 藝人的經紀人 真的就是兩個關係要像朋友 像閃亮亮這麼 這麼關係翔全哥的經紀人 這個很少見 所以不管怎麼樣 閃亮亮也會對 但是有很多人說這個 經紀人多多少少都要有一點 對 他們說要有愛 要把它當成戀 要像情侶一樣 愛這個藝人 對 阿蘇 好 看完帶兩個紅口罩就知道了 對啊 其實我們今天是情侶罩 情侶罩 情侶罩 有 有搭配 OK嗎 更加相愛彼此好不好 太好了 越吵越愛 謝謝妳了 謝謝妳 好 今天聊了很多 但我們知道 現在現場有幾位 現在是自己在經營自己 你們假如說 今天真的要挑一個人來 當妳的經紀人的話 先不要說是誰好了 先說你們從他們身上 學到什麼 你會覺得經紀人一定要有 如果是我自己本人的話 因為我現在是沒經紀人 所以你自己聯絡工作嗎 對 所以我會常常遇到很多問題 但我會希望是 因為小瑋哥他就是 感覺他這樣的藝人都賺很多錢 致敬斗金 我跟你說真的 對 而且他都是 你連白白都誤我 等一下都誤我 沒有 我現在等一下再講你的故事 因為小瑋哥就是他自己 都會幫藝人介紹很多 而且因為小瑋哥 他就是一個非常果斷的人 我需要的是這種 因為我自己是沒辦法 因為我常常現在都還在當公益大使 就是別人會說 小光你可以幫我分享一下嗎 我就說好啊 之前都會背罵 他們都會覺得我這樣就是 一直在做面的事情 我剛才小瑋哥不但可以 幫你賺很多錢 他自己本身很有錢 他都上很多理專 理財的頻道 你沒錢 他已經借你錢 我很需要這種 真的 我以為他買房子 我有說看他借多少 我可以直接借 我不差這一點錢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真的 他對藝人非常好 比如說你投期款少個100萬 他就不看在眼裡了 天啊 小瑋哥 因為為什麼不選閃亮亮 是因為我們是一下都會聯絡 可是他傳給我的永遠都不是說 小瓜要不要找你上節目 他是說 我跟你講小瓜那個 市民大道那個火鍋 現在滿意送你 這樣也滿好 他幫你助吃的 還是另外 他提供你別的 他說趕快去買 我就覺得很好笑 後來他 不然他另外一個就說 小瓜你要去拜那個土地公 我告訴你要拜什麼 那就是土地公 他比較像媽媽型的 他像女子 他就是媽媽的那種 然後就會一直他說 很划算 我自己吃過 超好吃的 然後就是他會比較屬於這種 其實演藝圈這麼久了 經紀人真的太重要了 雖然感覺起來 前面有一點吵吵鬧鬧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 這個藝人跟這個經紀人之間 是有真感情 對 很有岸 對啊 才會一直合作下去 對 有什麼吵吵鬧鬧的溝通久了 慢慢慢慢你就化解了好不好 OK 今天希望你們現在 接下來越賺越多錢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不管是經紀人也好 或者藝人也好 好嗎 謝謝